这个毛肚现在的价格也是非常的贵 六十块钱一斤 但是没办法呀 好吃呀 在我们选毛肚的时候要注意 尽量选择颜色泛黄这种 如果颜色很黑的那种是饲料的 还有一种很败的就是漂白过的 所以此处应该有赞 所谓一个优良传统就是先点赞再来观看 小技巧也教给你们了 我们就要先把它切一下 切成大片大片的 因为主要过还要缩水 香料完我们准备了一点豆瓶 把它清洗干净就可以呀 再准备一点这个金针菇 把八倍给它啪啪啪的削掉 洗干净 这些是泡青菜泡姜泡海椒 青菜我都切好了 这个系统是我们自己泡的具体浪子泡 可以翻过往期的视频 都把它们切一下就可以了 全部切成片片 再加上一点姜葱蒜 锅内下入95号的菜籽油就是顺正的 我们先要把它练熟啊 有很多朋友都纠结我这个舱子外头的风景很好 我早上不是带你们看过我们小区的路话了吗 大家都说还可以的 菜籽油炼熟后下入准备的小尿 用小火先把它们的香味炒出来 炒香过后下入准备的香料 给它翻炒匀 烹入一点泡菜水 再加入高汤 我这个高汤是井水 调味盐 白糖 古甘酸辣 烧开过后转小火给它煮 六分钟把金针菇啊豆芽这些煮熟 还有把这些料汁的味道煮到汤里面来 这个时候来准备一点青红椒 把它们切成小点的口口 这个香料已经煮来差不多了 我们用漏瓢先把它漏出来垫底 紧接着下入切好洗净的毛肚 这个毛肚为了保证成熟 烧开过后我们给它煮过一分钟的时间 反正一定要煮熟 脆不脆不重要 熟才重要 起锅前淋上一点白醋 关火出锅就可以了 出锅淋在这才垫底的菜上 最后给它呛上一点青红椒火 鲜花椒上剂 性感的冲发 妖妖的香菜 这个是吃毛肚必不可少的 非常好吃的酸辣毛肚就做好了 做法也简单 这是一道近几年非常流行的江湖菜 开胃下饭 喜欢的点赞 不喜欢的免费看完就解散 我先吃一个毛肚毛肚你吃过没有 没有 这个毛肚煮久了一点点没得好脆的了 不过味道还挺不错的 我做的很好吃 下面这个泡菜啊 还有泡姜之心 我觉得都好吃 大家喜欢的话告一哈喲 你们看老婆穿的这个衣服好不好看吧 里面是兔耳朵 外面是暴纹的 笑点笑死人 好了 今天就三个咯